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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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脱归影 薇崖开漫花 繁星通静之下 几度轮回真假 迷途断肠无人难达 如幻无尽落晚霞 往事消失 尽回荡雨淹下 我不肯唤过一面 雨花山沙 浮沉悲欢都笑纳 我四肢满身过花 揭开蜜语 开入天地的造花 绽放出雾霞 当成梦少年并肩天涯 盖出云霞 我与风尘为苍杀 带过前而发 愿她生世如意昏昏 我又何曾惧怕 总是结局崩塌 若问你怀下 任情几次生假 泪伤透你脸颊 泪伤透你脸颊 安音 给你看个好东西 怎么样 喜欢吗 挺好看的 我还以为你会很喜欢 服务员 是不是因为古镜 要求取华叔了 所以你开心不起来 你不是早说过 要放下吗 我挺好的呀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我今天特别神清气爽 定能寻遍石座先生 走了 喊你都喊不住 就知道门头乱飞 都闯到人家禁止结界里去了 知不知道有多危险 我没注意 谢谢你阿久 笑不出来就别逞强了 今日不找凌云山了 走 带你去妖界 包管你醉生梦死 连古镜长什么样 都想不起来 更别说为他伤心了 我没有为他伤心 我干嘛要为了他伤心 我是猪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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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手 走 别躺着了 能认我吗 你 你别过来 你是不是对我用那个了 你 你不要看着我 我告诉你啊 我不会再中你招了 我的魅术不是随随便便 对谁都用的 对你 我没兴趣 严爽 你没事吧 我看那一群人是孔雀族的 不过我听说 殷族跟孔雀族都已经停战了 为何现在 华眼之前落到过我的手里面 丢了面子 想把面子挣回来呗 说到底 要不是古镜把这天散给了华叔 战局就不会倒向孔雀族那边 我父王也不会败于华叔手下 身受重伤 话也不能这么说的 要不是因为你们殷族过于贪婪 想要孔雀族的半边动天附地 还把人家孔雀王打成重伤 那爱情也不会伸出曾隐之心 非要把这天散送给华叔的 胡说 那黄墨妇女真是能够颠倒黑白 黄墨内伤分明就是一百多年前 在论仙之战的时候 他输给了我父王 丢了颜面 不知怎的急于修炼 伤了自己的内丹 仙力修炼上再难有寸进 根本就不是被我们所伤的 分明是华叔 在阵前把我父王打成重伤 我这才去取碧血灵之� 想要给我父王医伤的 可可仙界都说了 是你们挑衅孔雀族 逼他们开战的 何来挑衅一说 阿音 我只不过是让白鸟岛 打开他们无极洞的屏障 好让我去找寻 我失踪族人的下落 他们一直不肯 还污蔑我们 说我们寄予他们 什么白鸟岛的洞天伏地 真是笑话 叶爽 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实话 你要是想正式真伪 可随我上阴岛 那里多的是证据 此事对我很重要 我赶紧去 干吗 丁丁 你不跟我去要见了 他们这仗都打完了 这事真真假假 跟我没关系 我是怕阿静这个大笨蛋 别人当枪手 自己都不知道 恐惧王设宴为仲仙洗尘 小时恕你不去 偏跑来这里自己找酒喝 这多自在 主要这白鸟岛的酒也不好 还不如我家阿英 自酿的梨花脸 怎么老想那么臭呀呢 等等 你怎么把殿下最真爱的 雀雨灯给换下来了 这可是今年七巧雀雨仙路上 寻得的稀罕物件 一点眼力件都没有 雀雨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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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说那雀雨灯 我就跟他对峙 华叔七巧节不是痛症发作了吗 阿英果然没有偏望 还有 一会儿殿下要去后院的良亭 这次登岛的 可都是青木殿下的追求者 嘴巴都放眼些 别让什么人都寻去那儿 扰了殿下的清景 是 快拿回去挂上 好 小师叔 我都会被你晃晕了 你这心碎难过的 是因为华叔殿下七夕未付你的约 却与他人共赏雀桥 还是说他自称闭关养伤 却对你逼之不见啊 都不是 我就是 就是心里有点不痛快 当初在梧桐岛 华叔殿下仗一助我 就忍不住想跟他多亲近些 纵然这十年间我一直一厢情愿 但我也从未逼迫过他半分 他若是真有什么难言之隐 为什么不能大方告诉我呢 那些人界广为流传的 情爱话本里说 如果爱上一个人 就会改变自己的处事原则 有些人甚至还会是非不分呢 什么意思呢 小师叔 你问问你自己 是否会忽略华叔殿下的欺骗与谎言 做出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 如果事事都分得清楚 算得明白的话 那 那就不叫爱 那是什么 你因他仗义直言而心生仰慕 这怎么听多像是恩情啊 恩情 不想了 总而言之 我们这次来就只是贺寿 求情之事 等我想明白了再说吧 那个 小师叔 我以为 你见到黄沫先尊太紧张了 把求情之事给忘了 我 我就 帮你把那个聘书和聘礼 就先送过去了 什么 你这会儿倒是情怀了 我哪能忘了 我就是觉得这求情之事过于仓促 你呀你 我也是为了完成使命嘛 免得回去尸存责备 那现在如何是好啊 稀里糊涂做决定 对华叔也是不负责任 我去求见华叔 跟他道歉 把聘礼要回来 姝儿可是有伤心事 安丰 其实 我是来把这个还给你的 以后我们私下 就不要再见了 是我那里做得不好吗 不 是我 那日 英王写我王兄 我拼死与之决战 慌乱之中 不顺将遮天散炼化 这才战胜了英王 这遮天散 可是大则山的护山之宝啊 这也正是我为难之事 古今仙君入岛祝寿 并带来了炫星奉冠和聘书 我父王有愧于此 便接下了聘书 所以古今 也是为了求取你而来 古今仙君对我有恩 可是我劝 如今 我唯有嫁给古今仙君 才能弥补我犯下的过错 姝儿 你说的这是什么糊涂话 你为了报恩为了赎罪 就嫁给古今仙君 这不仅对你我不公平 对他也是不公平的 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不能让父王和白鸟岛 跟着我一起蒙羞 我们此生无缘 叔 这一定不是最好的决定 我不会因此放手的 我十年之年 物陷谜局 还因此让阿姨平白受尽委屈 真是荒唐 战书 来回战报 可都清楚 很清楚了 孔雀族隐瞒与殷族 开战的真正理由 颠倒黑白 还给殷族强加罪名 简直令人不耻 更何况 华叔还炼化了遮天伞 伤了我爹 华叔炼化了遮天伞 若不是华叔将遮天伞 炼化成了自己的神器 他又怎么利用 遮天伞的天罡之器 遮天伞是阿靖的 失踪赠予给他的 珍贵得很 只是借他一用 他怎能炼成自己的神器 华叔这个人实在是过分 古靖他心性善良 定不能被他给骗了 我得想想法子 他心性善良 我看古靖分明就是 满肚子坏水 就算他要娶华叔 那也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皆大欢喜喽 古靖要娶华叔 好 阿姨 要不我陪你去白娘岛吧 把你师兄抢回来 正好 这也是在帮我们英组 好 可我不仁怀 现在就出发了 走 今天一早 古靖派人送信 言聘书中所请 已然作废 折天散 他已不会收回 来 诸位 今日是本王寿宴 这第一杯酒 我敬各位先友 多谢各位不远万里 来为本王注寿 各位敬信 这第二杯酒 我要敬古靖先君 多谢古靖先君当日 相见遮天散之意 就白鸟倒入水火 先尊不必客气 先尊不必客气 今日是先尊的大寿宴请 倒是古靖唐突 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妨 古靖想拿回 借给华叔殿下的半神器 古靖先君指的是 古靖又是顽劣 曾在梧桐岛 汇皇 侮华叔殿下庇护之恩 感激不尽 释予擅自将遮天散 与楦心凤官借给 华叔殿下aper育殷足挑衅 如今白鸟岛危机已除 大泽山门也无意插手 各先派斗争 释予想提前拿回楦心凤官 请先尊体谅 至于遮天散 古靖听闻华叔殿下 在与黄王斗争之中 损失了先力 此散便赠语殿下 以报当年相助之来 古晋先君高义 本王感激不尽 来啊 将炫星凤冠取来 炫星凤冠 果真是天界巨布啊 居然拿半神奇报恩 手笔也太大了吧 前几日 华叔用遮天散大败鹰族 仙界皆是怀疑 是大则山有意庇佑孔雀族 今日这古晋先君这一出 百年了是要与颜央党划清界线 来 我敬古晋先君 蓝峰帝君 请 今日在下颇为赶败 本君倾心华叔殿下久矣 却溃汉未能为所爱尽心 今日向诸位宣告本君求取之意 只愿华叔知相 无论白鸟岛做出任何回应 蓝峰此心都不会变 古晋也敬蓝峰帝君一辈 蓝峰帝君与华叔殿下郎才女貌 若能株莲闭合 定时先借一段佳话 多谢古晋机言 请 请 师兄 师兄 阿静 阿静 快撤了这间伞的结界 放我们进来 快让我们进去 阿静 叶爽 胡静 他们是我大泽山 石美阿英 还有灵狐阿静 还请华叔殿下关掉结界 放他们入围 我大泽山的遮天伞 为何会变成白鸟岛的结界 对啊 难不成这把神器 已经被人用内丹炼化 成为了别人炫脉相连的法器 虽说我们大泽山是仙界巨拨 不过 半神的法器 如此珍贵也不过己见 俗话说得好 有戒有还 我们借出去的宝物 却变成了别人家的宝物 这如何是好 若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仙界他人有难 谁敢出手相救啊 阿姨 这遮天伞 我已经送给华叔了 从未有不怀疑说 从此之后 遮天伞与大泽山再无瓜葛 一切功过荣辱 皆归于白鸟岛 你是不是昏逃了 就为了向白鸟岛提亲 师尊给的神器你都不要了 小师姑你别乱说 刚刚你没来的时候 蓝蜂帝君已经当众 向华叔殿下求亲了 蓝蜂帝君 你不认识 问什么干吗 快去道贺 去啊 那就恭喜蓝蜂帝君了 这华叔公主呢 美绝三界 德才兼备 四海皆知 如此甚好 那就 忘蓝蜂帝君和华叔公主 能够配得良偶了 多谢小女君吉言 若是华叔公主 当真答应了我的求去 我自会告知诸位先有 华叔之前的无心之失 还望诸位给我些薄面 就梦要再计较了 看来白鸟岛今日 三喜临门哪 蓝蜂帝君 今日燕爽想讨个彩头 想蓝蜂帝君 替我们英族主持个公道 燕爽 你我两族已约定休战十年 这十年只要你们英族不再来犯 我白鸟岛必定见诺 你不想这两族安宁 还要再来寻衅吗 我英族一直偏居北海深处 闲少与各位交往 诸位大概不知 从数百年前起 我族就一直有 灵力高深的族人失踪 我几度想上天宫 向帝君陈寝 可我父王不愿打扰帝君 想要自行解决此事 今日正好碰见帝君在此 燕爽才敢上前禀报 我父王大寿 岂容你们再三捣乱 来人 送客 等等 让他说 让他说 我父王曾数次带领族人寻找 却没有半点线索 直到数年前 我族二长老失踪 我父王才在无极洞外 寻到一点我族人的灵力 无极洞是孔雀族的属地 我父王曾侵入白鸟岛 恳请孔雀王允许我族人探查 无奈被殿下拒绝 于是 父王和孔雀王便定下战约 阎我族人要是能够战胜白鸟岛 便可入洞探查 可这一战 便是百年过去了 可惜了 还是败给了华叔公主手中的遮天伞 什么 不是说 鹰族挑衅孔雀族 是为了争夺北海的动天伏地吗 我鹰族一向避世而居 要它能动天伏地有何用 况且 燕爽今日带来了当年开战之战帖 足以证明 燕爽所言非虚 请孔雀王 请孔雀王 云我族人入洞探查 这吴极洞可是我们白鸟岛的秘境 事关我们白鸟岛的命脉 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趁机行不轨之事啊 事说族人性命 吴极洞一事 我相信鹰王不会信口开河的 请孔雀王打开吴极洞吧 请放心 有本君在 绝不会横征势图 那到时候本尊也一同前往 定会给大家一个攻断 也罢 本王相信帝群的法徒 那本王就破例 让你们去吴极洞察探 但仅此一辞 日后鹰族 休想再踏入孔雀族属地半步 谢孔雀王声明大意 好了 那本王的寿宴 就不留你们了 千万 顾尽先居 又有何事啊 孔雀王 前段时间两族交战之后 您与鹰王可是签了 十年休战之约 没错 古靖建议 十年改为百年 如何 古靖先居 这是孔雀族和鹰族的私事 你大则山威望再高 也管不到我们北海之上吧 华叔殿下 之前来大则山接遮天散时 可谓说过这是两族私事 十年之期如此短暂 若是十年之后 两族再起纷争 这鹰族定然不是遮天散的对手 我大则山本有门规 不会加入任何仙界斗争 但因为我私自出界遮天散 而导致鹰族战败 我必须要负责任 还望孔雀王给我一封博命 若本王 不答应 小八二一 一封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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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白鸟岛不愿立下这百年之约 十年之后 两族再有纷争 我大则山定会为了英族拔剑而战 你这是何必呢 白鸟岛本就无心开战 十年也好 百年也好 对本王来说 又有什么区别呢 本王只是 不习惯别人替白鸟岛做主 先界的安宁高于一切 好 那本王就答应你 百年之内 北海之上再无纷争 帝君和各位先有为本王作证 本王一诺千金 绝不反悔 孔雀王莫怪 方才恕普京渐远 好了好了 既然大家都说开了 咱们就禁殿入席吧 家事刚刚飞升 山门内俗事繁多 古静不再讨扰 先行告辞 不送 好吧 老师 难道是没看出来你还挺厉害 正常发挥罢了 今日多谢你们为我英族仗义之言 事不宜迟 我先行告辞回禀家父 他招若有需要 可以用死银眼识来召唤我 我就会马上出现 那用这个一眼是找你喝酒 你可会来 当然 阿九 方才多谢你回顾我 我可不是为了帮你啊 我只是看不惯 他们那么嚣张罢了 那你 你不是要回避你阴亡吗 我送 好吧 害羞是吧 我怎么可能害羞啊 走吧 诸位先军请留步 古今先军 我家殿下请您庭内一讯 你们找个地方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 若是不乐意 刚才就让他别去嘛 我哪有不乐意 古今先军 请坐 坐就不必了 殿下有话直说 阿静 当初在大则山 我并非有意欺骗 我父王当年确实是 伤于英王之手 自此内担受损 要不是情况危急 我也不会像你 殿下 古今曾恋慕殿下 但并非愚蠢 有些话说一次便苟再说 便是过了 你这是何意 殷族 只是为了静吴急洞 探查族人失踪之谜 即便当初你输英王之手 对于白鸟岛并无半分危害 不是吗 若是我输了 那仙界各门 都会以为我白鸟岛软弱可欺 死后谁都会来踩上计较 所以 为了白鸟岛可以傲视北海 你便将我的相助之心 踩在脚底 故意练化了遮天伞吗 我没有故意练化 若不是与英王交战 危在旦夕 我如何会练化你的遮天伞 华叔殿下 遮天伞乃是我世尊的半神器 旁人或许不知 但世尊为了护我周全 已将遮天伞 与大泽山的秘境相连 即便是半神想要练化他 也非半月之功而不可为 在于你与英王短暂的 一期半刻交战时间中 想要练化他 根本不可能 既然你全都知道 那为何还愿意在众仙面前 将遮天伞赠予我 为何不直接揭穿我的谎言 因为纵然你说的所有话 都是谎言 但至少有一句是真的 孔雀王先例毁损 你一见女君 担起全族的责任 撑起这偌大的白鸟岛 实属不易 我没有强行收回遮天伞 是因为至少这句话 你没有骗我 殿下 相识一场 当初的维护之恩 孔雀铭记于心 但以后的路 孔雀 只能帮到这里了 孔雀祝殿下 与兰风帝君情色和鸣 日后鲜路幽长 散界广貌 孔雀只愿与殿下再无交集 保重 殿下 本以为那个孔雀 对您忠心耿耿 作然是知道 您要嫁给兰风帝君 也依然将遮天伞送给您 但凡他心中存着这份眷恋 日后也还能驱使得动 可都怪那个叫阿殷的不好 搅了局 还害得我们白娘 倒在仲仙面前 施了颜面 那个阿殷实在碍眼 本公主不要的人 也不能随便便便宜了旁人 尤其是不能与英族 站在一处 他昨夜没来赴你的约 并不是痛症发作 而是他约了 他约了别人 什么约了别人 别乱来 什么叫我乱来 我真的看到了 你不相信我 想来我对华叔 只是少年时的爱慕罢了 而我对阿殷 真的是看到他开心我便开心 见了他难过 我也会难过 这到底算什么呢 糟了 阿静定是还要念想 被我们这么一闹 在众人面前让华叔下不了台 倒是断了阿静的后路了 阿静 怎么了 对不起 在你还没准备好 我们就让你这样知道真相 丢了面子 真的对不起 什么 我还 是我让阿殷和燕爽去的 你要怪 就怪我吧 你说这个干吗 阿殷与阿九 莫不是 我怪你们做什么 瞧你那不开心的样 那我补偿你吧 神明不是和我们说 幽冥界有客户通数吗 我知道一个 不用上军资质 也可以进入幽冥界的办法 什么办法 在人界的长安 有一条可以直通幽冥界的暗道 虽然有规定 上三界不可随意进入人界 但只要我们不使用法术 影响人间 就不会遭守天前了 当真 谢 你爱信不信 反正欠凤凤凰那一命的 又不是我 也算是个法子 我们试试 轻衣 你先回去 把寿宴的事情 禀报给师兄 我们去去就回 好 不带我 好吧 不带我 好丧严的姐妹啊 不带我 你闻到了吗 什么 很臭的味道 拿着 这什么 此物正是进入幽冥界的关键 什么意思 牛粪 这些乌鸦的眼睛 好诡异啊 他们眼睛里都是人间的噩梦 说什么意思 幽冥界每夜派这群乌鸦 来人界收集最恐怖的噩梦 再由牛车运回幽冥界作为能量 因此他们有来往人界和幽冥界的专属通道 不会被察觉 极其隐蔽 八九 你真的很厉害 这些都知道 这算什么 我知道的事可多了 你要想听 我以后慢慢讲给你 还有别的 来了来了 我也知道很多 快点 快点 没事 你 糟了 阿英这丫头 定是有胡思乱想 出发主不及惩戒了 阿英 没事吧 阿英 快进入结界了 坐稳 阿英 阿九 办法是好办法 就是味道太大了 没办法嘛 只能用牛粪的气味 迷惑牛了 进来就好 这幽冥界竟然长这个样子 我还以为幽冥界 都是阴森森的 没想到 还挺不一样的 这幽冥界 甚难进入 要进入幽冥界的条件 又如此苛刻 书晚年间 很少有外人可以踏足 这传闻自然也就不识了 从这里过去 应该就是幽冥王的宫殿 走吧 走 什么 这是 我 都给你 养 全部 瘦 线 的 实在不凑巧 陛下今日不见客 今日不见客 好 那我们明日再来 古今现军 陛下明日也不见客 为何明日也不见客 莫不是有意刁难 现军莫怪 这中灵宫有中灵宫的规矩 陛下每月一日见客 末将也不好坏了陛下的规矩 每月初一 今日初二 你让我们在这儿等一个月 三卫若是真的想见游冥王 其实也不难 但是要先去那个地方 只要三卫出得起价格 不出两日 就能见到游冥王了 你看三卫风尘仆仆的模样 想必是出来又敏捷了 我问你 问你个事啊 你们修研楼的令牌 如何卖的 开个价 我们要最快见到游冥王的那种 你开个价 他很有钱的 请 一等令牌一千斤或千年领悟 二等令牌五百斤或五百年领悟 三等令牌三百斤或三百年领悟 您先买了令牌 依据令牌等级在我这里排个号 只有这三种令牌 小阳姐 你可别骗我吗 中灵宫的幽军侍卫可跟我们说了 这两日就能见到游冥王的 只有这三个 小女君 您说得没错 咱们楼里还有种特等令牌 只要拿了那令牌 即刻便可入中灵宫 竟检游冥王 可是这令牌只在楼主手中 价码也只有楼主来开 三千年了 咱们修研楼还只拿出过两块特等令牌 一块是用十颗万年九头蛇的内单而还 一块是用一株万年梧桐树而还 这可都是千年难求的好东西呢 万年梧桐 中灵宫内果真有梧桐树 楼主在何处 我们有的是钱财 你只管把特等令牌拿来 我们的钱不足一百斤 那你刚才嘚瑟什么 我 我没想到这么贵啊 好一个修研楼主 倘若你真有那随时可进 中灵宫的令牌 倒也算得上是 幽冥界的无冕珠王 既然都来了 不如亲自给这特等令牌 开个价吧 下落了 没 三十八 你还没有 那尽管 不会是东华的徒弟 这话说的 就是应期 可你到底是来求人的 还是来砸场子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